你带我离开那个家 玉萍 你带我走吧 带我离开那个家 玉萍 带我一起走吧 玉萍 我求你带我一起走 我只有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 才是最快乐 要是你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 我该怎么办 我高兴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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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跟谁分享 我难过了 该跟谁倾诉 玉萍 带我一起走吧 怎么了 玉萍 你怎么办 当年 梅儿也问过我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惜当时我没有带她走 为什么 白梅 她的家庭过得不幸福吗 不是 她的家庭非常美满幸福 她的爸爸妈妈都很爱她 只是她的父母 不同意她跟着我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大的幸福 就是和她 心爱的男人 永远在一起 可以跟她 厮守一生 她真的好幸福 她真的好幸福 为了你们的爱情 一生都能和你在一起 什么都可以放弃 放弃一切 其实我也可以 如果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一句话 只可惜 你不要我 没有我们的事 又不宜她 我对她是两个家庭 让她也感觉 好了 她那么小鸣 我们准备了 她的心力 但你发现她跟我一样 已经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也可能生了小孩子 你会怎么办 如果她幸福 我会祝福她 如果她不幸福 我会带她走 白眉她可真幸福 玉萍 为什么你从来都没问过 我幸不幸福呢 六爷 对不起 我心里始终都放不下白眉 对你 我爱不起 玉萍 别这么说 其实 这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是我不好 因为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 我一直都放不下 白无一用事书生 玉萍 你没有错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值得我去信任的男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都没有办法忘记你 放下你 也许我 也许在我心里面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 玉萍 在我离开之前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你就别再折磨你自己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如果白眉知道你这样 她一定会很心痛的 她一定会很心痛的 扔完放了都睡了 睡了 你站住 你去哪儿了 邓老弟啊 快点儿 等不及了 快点儿 等不及了 你看啊 诗集出了 你不请客 我们来请你 慢慢腾腾 走走走走 邓老师 请我是一定要请的 我改天请啊 今天啊 我们也效仿一下梁山好汉 大碗的喝酒 大快的吃肉 不醉不归 来 好 我非常感谢两位的鼎力相助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的话 我的诗集也没有那么顺利的出来 今天我邓玉萍借花仙赋 敬两位一杯 好 二位都喝好 酒不够 我来买 不用 别的没有 我这儿酒有的事了 你也不想得到 你知道吗 在哪里 你怎么会打我 乘来 到哪里 свид Angst 去哪儿了 我问你呢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啊 柳燕 你少给我装模作样啊 你别忘了 你是我包云天的太太 别去哪儿都随随便便跟光庙会似的 包云天 你知道我嫁给你 只是形式上的婚姻 你和我的心里都知道 何必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 你不管我 我也绝对不会管你的 你跟我装什么情况啊 你以为你什么呀 今世余夜 你还跟邓一匹有来往 你这奸话 你还跟他有来往 你走 包云天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 又有我问你 你为什么背着我去找他 你们干什么了 我问你们干什么了 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 我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那是你的问题 我要睡觉了 你出去 睡觉 还没睡够啊 一下午时间不少了 你可耻 我可耻 你去 你当我是狮子头吗 要不要把你的声音尖尖给说出来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别吵了 包小门笑叫了 你作德 我问不得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出去啊 这是什么 我们有信 为何干什么 人 他对我 他对他们也得了 其实他的别人 他对你 我也得了 他就好 有信 是一人 我不好跟你说 但你老弟从来不计较 你是一个胸襟坦荡的人 我田某愿意教你 来 我舍命赔君子 两位老师的话 让我感触颇深 说实话 论喝酒 我真不信 不过说到做事情 我钟子林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今天 郑老师的诗集出版了 我们应该情侯情侯 台湾诗坦 很久没有出现这么好的诗集了 好 虽然我不胜酒力 但今天 我们干了它 子林虽然年轻 但后生可畏 我们台湾文化界 就指望你们年轻人了 来 吃点菜 这是 咬咬咬酒 老弟 你也来 子琳啊 我也要多谢你 如果不是 小朋友跑前跑后的 我连诗集怎么出还不知道呢 想不到 他年纪这么轻 对出版业务这么熟悉 不过子琳啊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想出版新的诗集 你能不能帮我出到大陆去啊 为什么 大陆是我的故乡啊 我的亲人在那儿啊 我多想让我的亲人看到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用心为他们歌唱 老弟啊 我理解你的家乡情 古往今来的诗人 都有家乡情节 一个没有家乡情节 家乡情节的人 是写不出感人诗篇的 李白有 杜姿美有 白居易有 屈原有 家乡情节就是爱国情节 所有的诗人都是爱国的 这么多年你在台湾 很多大陆的朋友 都不知道你的消息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当然了 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了 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台湾人了 台湾也是你的家呀 台湾也是家 可一个没有爱人的家 是什么家 是啊 老弟啊 你看目前两岸的状况 不打仗 就已经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了 回大陆 恐怕 再难 我也一定要回去 因为那里还有白美 他在等我 邓老师 今天是开心的日子 我们不要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来 为您以后能写出更好的更优秀的诗 干一杯 来 诗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老弟 你不仅属于这个时代 也属于未来 你不仅属于台湾 也属于大陆 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子敬 来 我们为我们骄傲的诗人 干杯 喝 行啊 我呢 我呢 好 你 也行 来 等会儿 包先生 您要吃点什么吗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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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吃嘛 你要吃啊 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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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了 都累了 让他们睡吧 进着了 嗯 对 我我心里的 谁做的 你 这儿 这儿 你会想想给你 我这儿 你做的 dua 但先生他现在还好吗 不好啊 他现在一个人怎么能好呢 我觉得他住那个房子太小了 每天待在房子里啊 不是作诗就是作画 房间里到处都是酒瓶子 好像跟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也难怪一个男人身边没给女人照顾 这日子啊就过不顺 你们都聊些什么了 话题都跟以前一模一样 几年前什么话题啊 爱情 看来这是一生也说不完的话题啊 在你身边那么多年 看你爱得死去活来 又嫁得痛不欲生 让我多少都能够感觉到一些爱情的滋味 玉兰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把你的终身大事都给耽误了 不如这样 明天我跟我爸说一声 给你找个男朋友 你说怎么样啊 小姐你别说笑了 玉兰在小姐身边那么多年了 离不开你 舍不得又不放心 瞧你说的 我比你年纪大啊 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虽然你比我大 懂得道理比我多 可好像真是一问这样 所以你才比我更不快乐 你做什么选择 都过多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为了你爱的 要你做什么你都愿意 怎么做我都无所谓 但是对于我来讲 有没有爱情 对我都没分别了 怎么没有 你为了老爷 嫁给了鲍云天 你怎么会知道 玉兰从小就在家 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 小姐在想什么 玉兰多少 都能够猜得到几分的 以前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羽皮 但是她都不爱我 无论我做任何事 怎么没有 你选择了放手 我才明白 爱一个人 就得把自己舍了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段先生他对你 也是有感情的 可是他心里面 已经有了白眉 所以他没有办法 对你表白自己 所以他干脆 把自己裹起来 痛苦地麻木自己 但先生啊 他不仅有才华 而且有善良 又有情有义 今天 如果他为了你 放弃了白眉 反而他在你的心里 就会变得不完美了 即使今天你得到了他 也不值得庆幸 先生您要听歌吗 请问张沐熙小姐 今晚会来吗 来呀 她每天都会来 她要是不来呀 客人就闹翻天了 姐姐啊 玉萍 张姐 真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好多年没见了 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怎么提前打招呼啊 我知道你在这儿 还是在报纸上的广告上 看见的 我又没你电话 咱们那么久没见了 怕有一年多了吧 是啊 所以我就赶紧来看看你 我们里面坐 来 来 坐这儿 张姐 我最近出了一本诗集 我给你带了一本 真漂亮 玉萍 你真行 给我签名了没 这不在这儿呢 我拿回家慢慢看 玉萍 你最近这些年 都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还在那个什么团 早就不做了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 为什么 举步为奸 一言难尽 对 也是 最近这几年 台湾人口暴增 越来越不好过了 干哪行都一样 难 对 不过我倒还好 我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用 玉萍 我不是说你 你现在是还年轻 真的要我以后打算打算了 总不能一个人一辈子吧 现实一点 别再想排妹了啊 我看这种情况 咱们这辈子 可能都回不了大陆了 还是为以后多考虑一下 以后 还有以后 你还在想着回大陆呢 人家柳小姐带你多好啊 你不要 偏偏想着回大陆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也知道 这大陆 怕是回不去了 玉萍 我要上台了 你先吃点水果 一会儿我再来陪你 好 好 各位 今天晚上 我先给大家唱一首 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 《高山青》 但是在唱这首歌之前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写咱们这首歌的作者 著名的诗人邓雨萍先生 今晚就在我们的现场 怎么了 弄疼我了 包先生 邓先生 上来吧 走 你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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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手 你干嘛 你干嘛 是你让我刀的 我现在让你放下 滚 很多年前 我见证了邓先生写这首歌 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阿里山 但是到了今天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写这首歌的作者邓先生是谁 那今天邓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是不是感到很荣幸啊 那接下来 我将跟邓先生 一同来合唱这首歌 《高山青》 好好好 作词表演唱歌 今晚的再歌唱歌 非常对 更快 又感到太阳光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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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雨瓶 老先生 您好 好 丹雨瓶啊 你紧张什么呀 你干吗那么紧张 有句话说得好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你怕什么 雨瓶 这位先生不是 柳叶的丈夫抱怡天啊 稀奇事儿 你还记得我是柳叶的丈夫啊 抱先生 你喝多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会儿 今天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 谁也不能走 站着 好 你想说什么 丹雨瓶啊 我告诉你 柳叶是我老婆 她很争气 第一胎就给我养了一对龙凤胎 我希望你不要拆散别人家庭 你刚不唱得挺好的吗 那个什么 高山青 近水兰 什么阿丽山的姑娘美如水 你要玩女人你上阿丽山找去 你干吗勾引我老婆 抱先生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我高注意分寸了 我要是不注意分寸的话 我至于绿帽子戴到今天了 你很紧薄一向心 阿丽山 颁先生 你也算是有文化的人 有教养 前途无量 你大陆还有一个老婆呢 你还勾引我老婆 你个奸夫 抱先生 今天给我个面子 我做东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你闭嘴 挺漂亮 哪找的 请你放尊重一点 尊重 我告诉你啊 这个男人能给你的 我照样能给你 玉萍 玉萍 咱们走 不跟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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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暴云天 怎么会这么无理 有小姐怎么会嫁给她呢 别提那个白A了 扫兴 看不出来你还会打架 张姐 让你看笑话了 说的哪儿的话 但是说句实话 对着她这种不可理喻的小人 还就得这样 我刚才是怕你把她打伤了 才阻止你的 柳小姐多好一个姑娘 怎么摊上这么个丈夫 都是你 要不是你 她怎么会嫁给她呢 张姐 你还是不了解我 我怎么会不了解你 如果真的像她说的那样 还能轮到她吗 你呀 对白梅的爱 已经一寸一寸地 爱到骨子里去了 好了 咱别再聊这些了 玉萍 还是写歌吧 你的作品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你看 就这首高山青 我都差不多成了台湾歌坛的名人了 是啊 我每次在电台广播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我都觉得很激动 会让我想起很多 也让我伤心很多 玉萍 我们这辈子 怕是都要待在台湾了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面对现实 不 我不信 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要回去 好好好 我不跟你争 你跟张车还有联系吗 你跟他有联系吗 我倒是没见到他本人 可是听别人说 他最近两年又开始搞电影了 可是亏得是一塌糊涂 为什么呀 张车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只懂艺术不懂市场 那能不亏吗 再者 他这个人性子又直 难免会得罪一些人的 玉萍 你以后做事 可也要圆滑一点 我们孤身在外的 全都得靠自己 说得不好听点 就是江湖险恶 我们要想混下去 就得多一双眼睛 一对耳朵才行 你怎么了 我去给你拿点药 刘雨 我爱你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应该情愿嫁给我了 我想你保证 昨天以后我再也不骂你了 你先之所以骂你 是因为我觉得 你心里没有我 我觉得你心里没有我 发生第一个 advisory 你心里有我 身体的� Emmett 我觉得那抓动 我心里没有我 死亡 大男生 感谢每年 自然和苗朵 看着你藏地 追逢的宗室 梅姐 你这是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我卖掉了一只镯子 为什么 这镯子呀 留着没什么用 只有换成钱呀 才能活起来 这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你是在哪儿卖的 走 我们把它赎回来 盈亚 坐下 听我说 你现在身边呀 还有个珊瑚 我呢 这世界上呀 除了雨萍以外 我是无依无靠了 你好了 你好了 我不就是好了吗 我的姐姐呀 你现在这样啊 我是真心疼啊 这 这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熬着 要不 你也活动活动心眼 再去找个人 别再劝了啊 你劝着不累啊 我听着都累了 我呀 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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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蓝阿姨 不好玩 后面宿舍有鸟窝 我们去那儿玩吧 那么高我也抓不到 爸爸 我们去捧鸟窝吧 爸爸 那里有鸟窝 滚 你干什么 你再生气 也不能往孩子身上撒气啊 怎么了 心疼啊 我生的 我当然心疼了 你生的 那他爸是谁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好 你想问什么 你尽管问啊 我不能问吗 我有什么不能问的 报云天 孩子他爸爸是猪是狗 你自己最清楚 我清楚 我清楚什么呀 那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我清楚什么呀 我只知道一点 这两个孩子 长得越来越不像我了 就这么多 像谁啊 这要我说吗 邓雨萍 你说出这样的话 你还识人吗 你还识人吗 这几年来 我对你忍气吞声 任由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都可以忍 但你现在说这样的话 你什么意思 忍气吞声 你忍气吞声 是因为你心中有鬼 你忍气吞声 报云天 我心里有没有鬼 你应该最清楚 你给我说明白 谁是我的鬼啊 好 既然你想听 我告诉你 你应该不会忘了 结婚之前那回自杀 你是为了谁 邓雨萍 是不是 还有 有一次你住院 我上间去买花 送到你病床前的时候 你们正在病房里 打得火热 你以为我都不知道 我全看见 报云天 你说得没错 我自杀 这两次全部都是因为邓雨萍 因为我爱她 我心甘情愿为她去死 又怎样 因为她比你好 没有你这么卑鄙 你看 你自己都承认了 告诉你 刘烟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一直觉得这两个孩子 不是我报云天的 我现在知道了 原来我一直戴着绿帽子 报云天 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两个孩子哪里不像你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 你怎么会都是我 我告诉你 如果让我知道那两个孩子不是我人 我当着面子敲死他们 不 雲天啊 你太放肆了 太放肆了 沒事 大伯別跟他一般見識 你要保重身體 雲天啊 你太放肆了 雲天啊 我跟你爸爸 是生死患難 我們是在槍林彈雨下走出來的 他在臨終之前 他把你託付給我了 我呢 就堅守這個承諾 把你視為己出 我把你跟柳葉送出去留學 去深造 你卻不好好的學 你卻束花綿柳 我都知道 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啊 我還把女兒嫁給你了 你有今天的這種成就 我是幫你掃除障礙 我幫你鋪平道路了 不要你感恩 你怎麼對我的 你怎麼對我們柳家的 你現在啊 你現在啊 在柳家 已經為所欲為了 大伯啊 公然在我的面前羞辱我的女兒 大伯啊 別跟她一般見識保重身體了 你以為我老了 沒有勢力了 是不是 我可以讓你平地起高樓 我可以瞬間讓你跌至谷地